民事八点档市井豪门爆点剧情随即展开,剧中翁家明带一家人一起去度假,不要过程跟女婿曾子毅起冲突,一心想夺取翁家明财产的曾子毅,趁机将他推下山崖,结果生死未卜。 翁家明表示,很久没有拍武打戏,还是会紧张,尤其他跟曾子毅两人要在山坡旁拉扯,还好跟曾子毅套招后,两人已有默契,再加上剧组防护被好敬业的他,滚下山坡滚了十几圈,他笑说,还好拍两次就完成。 翁家明表示,这场剧情让他想起两年前的登山精魂记,当时他想去拿包包里的东西,结果踩到了松洞的石头,整个人往后摔了下去,为了防护就先抱头,缩脖子,整个人屁股驻地跌撞在石头缝中,头也撞到石头,当下只记得所有人都蜂拥过来,大家等他在原地休息几分钟后,带他下山做进一步治疗,索性无大碍。 那次摔伤后,留住后遗症,有时候睡觉还会想到踩空时身体向下坠的恐惧。 翁家明被曝出轨,昨天继续失联,于小凡仍在上海拍摄女儿新,语调依旧冷静,我签了拍戏合同,就得压抑情绪拍下去。 有消息指出,两人会协议离婚,于小凡没否认,但表示先不谈这个,我要保护小孩,尤其老大,担心他在学校会受异样眼光。 据报道,于小凡说,他至今还未跟翁家明联络上,他手机信号不好,我必须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后,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。 自从前年复出后,他已有长达一年待在大陆拍戏,是否因此造成老公有出轨空间。 于小凡说,我不敢乱下定论,但不后悔接戏,于成庆和伊能静闹婚变时,翁家明曾表示,很多婚姻其实早就出现问题,只是爆发早晚罢了,现在看来,似乎暗示自己婚姻也有问题,但问于小凡,他很肯定表示,我们没有问题,且从没追查过,只怀疑。 对于离不离婚,与小凡不想多谈,他最想保护的是儿子和女儿,我真的希望媒体不要乱写,要是儿子同学的家长看见,影响到他就不好了。 他透露,儿子目前人也在巴厘岛,跟着爸爸旅游,感觉上跟翁家明仍有间接联系。 愚翁爆发偷吃事件后,网友也热烈讨论,有人质疑为何伊能静当时被骂臭头,如今骂翁家明的却很少,难道男人偷吃是被允许的吗? 而讨论跟翁家明过从甚密的空姐苏家曼则不少,还有自称是苏的同学的网友爆料,说他曾遭高中时期男友劈腿。 艺人翁家明在民事八点档市井豪门中,因为被女婿推下山坡,导致他从企业总裁变成智能退化到五岁的孩童,角色大转变。 他坦言第一时间对他来说很烧脑,因为在两年前的八点档多情城市的邱医师让观众印象深刻,不过邱医师是失智老人,但这一次角色谢文良是变成小朋友,所以他有参考卡通及影集的人物。 这次光是走路不乏跟说话语速就做很大改变,变得比较同趣跟开心,开创出这次角色的特色,让翁家明直呼是大家的帮忙,很开心,深受观众喜爱。 翁家明表示,这一次角色还有通灵的本事,所以他很期待增加很多不一样的东西,给观众耳目一新。 像有一场戏,女儿一看到他就说吧,我是亚军,这时他就回说谁啊,你说你是亚军,军,那我就是冠军了,让大家啼笑皆非。 他说,这一场是在现场对台词的时候,是苏燕配神来一笔响出来的。 他说,很感谢对手演员,大家也为这角色加分不少。 不只是自己角色的改变,翁家明表示,在剧中对他下毒手的曾子毅,因为对手的改变,曾子毅也会自己加大夸张嬉闹的部分,所以整场戏变得热闹又好玩。 翁家明说演戏就是这样,需要大家集思广益,而且大家也很团结互相帮忙,加上需要跟以往角色做出差异性,很谢谢剧组演员帮忙。 也因为这样,每次收工,自己心情也会很快乐,把自己放到最纯真的状态,享受住演出的时刻。 翁家明过去演出不少经典戏剧,精湛演技,拥有大批粉丝追随。 1991年,因拍望夫衙,结缘同事演员的于小凡,也成为两人的定情之作。 爱情长跑十年后,决定共接连礼,近期翁家明则是在民事八点当中演出霸气总裁谢文良,完美展现熟男魅力,掳获不少婆婆妈妈的心。 不过私下的翁家明喜爱运动,日前与朋友组队前往绿岛挑战海拥环岛,即使过程遇到不少插曲,但却不减他们的热情,最后成功环游绿岛外圈26公里,60岁的真实状态令人赞叹。 翁家明近日与市井豪门剧组告假一周,和朋友组队到绿岛圆梦,和朋友规划将近一年多的绿岛《我还很勇海拥环岛》活动终于成行。 为了这次的计划,翁家明不只利用拍戏的空闲时间,每天锻炼跑步、爬山、游泳,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耐力更好。 除了运动外,翁家明也利用食补,像是会吃人参、枸杞等中药材保养身体。 不过过程中遇到几次强劲逆流,也碰上队友抽筋,需稍作休息。 还有不少伙伴因风浪过大晕,呕吐,不过翁家明仍坚持不放弃,还一边鼓励队友继续,最后顺利环游绿岛外圈26公里。 尽管这次的计划遇到封面来袭,绿岛连日大雨不断,不过在出发之前,翁家明就已经讨论好洞线、风向、海矿等作业,对于本次活动相当用心。 穿起潜水衣的他,更是完美展现从上到下的聚机。 翁家明透露我本身就很喜欢在山谷的溪流游泳,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想挑战到绿岛海泳环岛。 现年60岁的翁家明,经常在脸书上分享灯高、速息、野春生活,惊人的体力甚至比五年级到七年级的人还要好。 这次又刷新自己的记录,完成海泳计划,翁家明坦言就算上了年纪,好好保养自己,也能维持年轻活力。 还生育了一个女儿,一家三口的生活,羡煞旁人。 他们与大多数明星家庭一样,备受媒体关注,也被拍到不好的一面,好在翁家明浪子回头。 郎才女貌来形容翁家明夫妇,再合适不过了。 他们俩在剧里,虽然很少出演情侣,但是剧外的生活,真的是比电视剧还甜蜜。 如今两人都年过半百,也慢慢淡出演艺圈,不再拍戏。 然而他们昔日的作品,已经成为经典,更是一代人的记忆。 近日,网友在小餐馆吃饭,偶遇翁家明一家人。 他穿着军绿色外套,头发浓密不显老,妻子与小凡还是没有变,一身皮草,配上披肩小卷发。 就像拍电视剧似的,那么优雅贵气,小女儿坐在两口子对面,一头黑长直淑女又甜美。 这一家人选择到小餐馆吃饭,毫无明星包袱,真的是太接地气了。 婉君与小凡一手端着碟子,一手拿筷子,坐在餐馆的餐桌前吃饭,素颜五官皮肤白皙,让人猜不出她的真实年龄。 不过,她是六十四年的人,也五十余八岁了,让人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不显老,如果不是对面坐着已经成年的女儿,还让人不敢喊她奶奶呢。 女儿高清正脸照曝光,完美遗传了明星父母的基因,长得超漂亮哟。 她上身穿白色卫衣,下身配黑色短裤,一身黑白配角踩过膝长筒靴,秀出白皙的大腿超惹眼,面对镜头也很淡定,圆圆脸蛋像极了年轻时的余小凡。 纯天然的颜值长得美,还让明星爸爸翁家明担心女儿太美,被有心人觊觎呢。 据悉,翁家明与余小凡有两个孩子,这次与他们一起吃饭的是二胎女儿,儿子缺席聚餐,没有一同前往。 他们昔日一家四口出游,儿子长得太像爸爸,女儿颜值随了妈,一家人拍全家服都是高颜值,让人实名羡慕。 年轻时的翁家明与余小凡抱着小宝宝拍照,都打扮正式像拍戏,多年过去了。 怀里的小婴儿已经长大,他们却还没有怎么变,只能说明星就是会保养,相比同龄人老得慢,还一品好,出门就像帅气叔叔与漂亮阿姨。 翁家明一家三口餐馆吃饭,余小凡穿皮草贵起,18岁女儿秀眉腿惹眼,这母女俩宛如复制粘贴, 没有最像,只有更像。 如果让翁家明出演婉君,肯定与当年的妈妈一样美。 只可惜翁家明女儿目前没有进入娱乐圈发展的意愿。 明镜需要您的讣媒为关于含兹 magazines,计esi32来自 drop 第一海当切见载贴,18岁女儿目中。 明镜需要您的 först,klebre丑。 其实ores的时间也是�acht距离白品你,并不想像。 скажículo不出 nast,� confessed Leslie。 只要为肯定不吃款软丫号层第二天年后的衣服, 感谢观看